千玺大导演 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吴渊的年轻人的经历 吴渊16岁时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在未来20年里成为了一名电影导演 醒来后他发现梦中的知识和经验都记在了脑海里 为了实现梦想 他考入了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 但是吴渊发现当时的电影行业还不发达 很难筹措到拍电影的资金 为了积累启动资金 他开始卖起了盗版叠片 吴渊自称东城枪板之王 靠卖盗版叠每月能挣1000元 一次吴渊在街上都受盗版叠时 被接到管理处的大妈们抓住 展开了一场骑车逃亡的追逐 逃脱后不久 吴渊遇到了电影学院师兄王小帅 王小帅看中吴渊的外形条件 决定让吴渊出演自己新电影的男主角 纪汉大司马 一段描述东汉末年荆州局势的历史小说 主要涉及以下人物和事件 霍骏和霍赌兄弟居住在南郡之江县 是当地两个小豪强 他们曾在张县叛乱时组织本地人自救 后来获得刘表的官职 霍骏管理卖城市井 霍赌统领几百人的布局 霍骏决决定投靠刘备 让霍赌先留在荆州照顾族人 他通过王灿引荐刑刘备 表达归父之意 描述了南郡的地理位置 举张二水等 之江县因处要的 卖城形成市井 霍骏通过市井税收养活不取 管理盐铁贸易 他的事件里迁协助处理账目 霍骏分析当前形势 认为刘备有成就大业的可能 而曹操终究不是统一之主 叙述霍骏如何利用案件 展现自己的治理能力 得到乡人支持 交代霍骏准备送驴 作为见面礼物给王灿 以表达敬意 主要涉及刘备集团在荆州立足 或是兄弟投靠刘备的历史背景和细节 重生从娶女知青开始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背景 主人公纪元海原本是21世纪的上班族 后来意外穿越到了70年代 拥有了两段不同人生的记忆 纪元海的家庭正在为哥哥纪元山找对象 生产队推荐了一个名叫陆和灵的女知青 纪元海记忆中 这个女知青因为被安排嫁给农民而自杀 为了改变这一结果 纪元海主动表示要娶陆和灵 遭到母亲反对 在兄长纪元山的支持下 纪元海说服了爷爷奶奶 决定第二天去看望陆和灵 劝说他接受这门婚事 纪元海穿越到70年代农村的目的 是要改变自己上一世那段悲惨的人生 同时也想拯救陆和灵的命运 这次他终于有机会主导自己的婚姻大事 也能亲自去见陆和灵 希望能说服他活下去 都追尾了那就嫁给你 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陈斯文经历了一次车祸意外 获得了前世今生的记忆 他原本是个平凡的送外卖者 家境贫寒 高考失利导致他人生轨迹偏离理想 车祸后 他决心要改变命运 学琴走上音乐之路 另一方面 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女网友 两人关系亲密 但一直未见面 网友家境优渥 令陈斯文感到自卑和距离 车祸时 陈斯文撞上了一个漂亮富家女 但他没有所要赔偿就离开了 故事主要描写了主人公改变命运 追求梦想的励志过程 以及他在网络虚实两个世界的纠结 开局天降正义 我竟被FBI盯上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李子书是一位平凡人 通过穿越来到了一个和现实类似的平行世界 成为了一个大家族的掌权人物 但是这个家族事实上掌控着地下产业 李子书获得的天降正义系统与其身份格格不入 在家族会议上 李子书遇到了一些野心勃勃的手下人物 他们试图挑战李子书的权威 李子书并没有服软 而是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之后李子书得知 一个叫Tony的手下在运送偷渡者赚黑心钱 李子书安纳不住正义感 决定报警解决这件事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普通人获得权力之后面临的困境 以及在正义和利益间选择的难题 李子书身份特殊 想做好人却力不从心 这会是他的考验 整个故事背景具有浓厚的江湖味道 主人公也不再是以往的正面角色 而是处在灰色地带 这让故事具有了更多未知性 感谢观看